我们刚刚收到最新消息就是屏东县政府已经宣布了 明天恒春继续停止上班上课 而其他地区则是恢复正常 其实因为台风影响 今天屏东有好几个乡镇 还是风雨交加 尤其刚好碰上今天是国中小学的开学日 情况是更惨 像是嘉东的腔圆国小 因为周边淹水严重 今天上午就有不少的学生冒险涉水到学校 不过没想到学校方面临时宣布停止上课 又要学生回家了 家长可能是气坏了 另外在恒春地区 县政府也是临时宣布下午停班停课 让许多家长还有学生措手不及抱怨连连 大雨不断倾泄而下 让屏东加东乡 腔云国小外的马路汪洋一片 汽水将近三十公分高 出门的民众也穿上雨衣 小心翼翼地走在水中 为了不让孩子上课第一天就迟到 有家长一早骑着摩托车冒险涉水 载孩子到学校上课 也有家长特地开车绕远路 没想到费了千辛万苦 终于安全到学校 但校方却临时宣布停止上课 这让扑了空的家长是抱怨连连 而为了避免重演八八风災水淹一层楼高的情况 校方也已经将一楼的教室清空东西往高处搬 原本二三年级上课的教室现在是一片空荡荡 在一楼的可以上来都上来了 然后有一些东西就把它放在比较高的地方 如果有些室外的东西可以进到室内了 都尽量把它弄到室内比较不会受到影响 而在上午横春国小的校门口更是风雨交加 塞满了家长送小孩上学的车辆 家长带着孩子冒雨来到学校 不仅全身湿透了心情也很糟 由于横春半岛大雨不断不分地方淹水 车辰桥也因为溪水暴涨紧急封桥 屏东县政府因此临时宣布 车辰湘汉横春镇下午停班停课 许多到校上课的小朋友忙着打电话给家长 因为实在太突然 有些家长还在上班根本是措手不及 学校表示如果来不及接小孩 老师也会继续陪伴小朋友等到家长来 大风雨让开学日临时取消 也造成大家的生活步调一团